国际APP 也令人怀疑一个月前预测他这样压倒性胜选的气势是否可以真的实现 而今天我们将会从英国的恐攻事件切入 为什么英国一再发生这样的恐攻事件与大选有关吗 而恐攻又会对大选造成什么样的冲击 以及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这一次的选举结果又会对英国或是欧洲甚至全球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与我们共同关注的是淡洋大学公民系的副教授黄称宇黄老师 好 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 老师我们先从这一次的恐攻谈起好了 最近三个月内英国遭受了三起重大的恐怖攻击事件 哇 这个造成非常多的死伤 好 老师我们不得不问 为什么英国会频频发生这样的恐怖攻击事件跟大选有关系吗 您的观察 是 其实上在2001年这个九一事件发生之后 那我们知道这个英国和美国他们就这个联手 然后后来就发动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 那其实也是这一次导致这个英国会有出现这样大规模恐攻事件的这个一个重要的原因 好 那特别刚刚提到说其实在这个2003年 这个英美联军出这个出兵阿富汗之后 那其实事实上就英国本土 其实他们就常常就发生严重的这个恐怖事件 包括像2005年最有名的就是711 就7月11号在伦敦发生的恐怖事件 那也是九一事件来一来就是英国发生最大规模的恐怖事件 现在为止 其实英国的恐怖事件其实是层出不穷 发生的频率是非常的多 那所以对英文来说其实是好像变成一种好像令人很遗憾的一种常态 那当然因为这一次的大选就是要即将举行 所以外界会很好奇说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关联性 那不过就我对英国的关系 还有包括之前在英国待的一段时间 其实刚刚提到说其实在2003年或是2001年之后 其实英国跟美国一样 其实他们就陷入了长期的这种恐怖主义的攻击的阴影 然后就生活那边就感觉就好像如果有恐怖事件发生 会并不是太意外的一件事情 温老师我们知道这个英国在情报工作上面 已经做了非常大的努力 为什么恐怖事件都没有办法这个有效的掌握呢 对对 其实事实上我们知道其实英国的这个情报体系是 事实上非常有名 包括他们的军情五处六处 就负责英国国内啊 包括英国海外的情资的搜集 在国际上其实有关英国的这个军情系统是非常出名的 但是事实上但我们发现说 其实现在的恐怖攻击都变得好像很随机 那还有包括就是网路上的一些 这种这个这个集结 其实有时候是很难去掌握 那所以也造成说现在变得好像 这种有点像孤狼式的那种袭击 那有时候的确是非常非常难去反反 我们就防反的 好OK好 不过老师这一次恐怖事件 让我们这个因为在跟这个大选 这个时间非常的近 所以我们就会非常的这个关注 就是现在不管是保守党 执政的保守党 或是工党在反恐这个策略上面 有没有什么样不同的这个态度 因为我们看好像在主张上面 是有一些些这个不一样 这一连串的恐攻会对这次选举 您认为吗 这个刚刚有讲到说到底有没有关系 但是会不会有影响呢 您自己的观察 是是是 其实这次这个选举过程中 其实因为最近几个月就发生了 这个蛮大规模的这种恐怖事件 其实也让英国的选民对有关这个大选和恐攻 然后做一些连接 那也让人去思考说 究竟要选什么样的一个政党 才可以让英国更安全 那其实我们知道 其实长期来 其实英国的这个保守党政府 其实他们在这个反恐的政策上 其实他们是是非常的主张 就是要这个打击恐怖主义 那还有包括之前这个 这个没担任这个内政部长的时候 其实他也做了很多努力 所以造成现在很多人说民调 虽然恐攻事件发生 但是呢好像一般民众 其实会比较支持保守党 就认为说保守党在反恐政策方面 可能会做得比工党还要更好一点 那不过保守党也还是面临一个两难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特别是欧债危机之后 英国的财政是出现 这个保守党是采取所谓的紧缩政策 所以他们就是删减很多 有关这个警察警力的这个预算 那所以也造成这个工党会反过来会 好像对保守党的反恐政策有些质疑 说一方面你又希望说要加强力度反恐 可是一方面你又大开政府预算 然后缩减警察的人力 那怎么可能又便宜 又最便宜的方式 又能够保护大家 然后就是工党的质疑的部分 那不过工党的反恐政策方面呢 其实他们会比较特别强调 就是这个希望不要卷入 这个有关这个中东的问题 所以包括上工党的党会克平 其实他是一个常年反战的这个人士 那所以他也很反对 之前英国政府和美国联手 出兵阿富汗伊拉克 那他认为这是主要 目前英国面临这个大规模恐攻 威胁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对所以他也希望说 如果他执政之后他会调整 所以英国可能对中东的政策 那同时在警力方面呢 他也希望说就增加预算 然后可能再多编一些警力 然后可以让英国的这个安全 可以更获得保障 OK 不过随着恐攻这个议题的浮上台面 有什么样的这个 现在的选举的这个议题 是这一次这个选举的攻防的焦点呢 是是 其实这一次呢 其实英国首相美伊 他提前举行大选 其实他最重要一个 这个主要目的呢 希望脱欧能够顺利 所以目前其实根据民调 就是英国选民 他们关心的议题 这次英国大选中 他们最关心的议题 在排行榜第一名的 就是有关英国脱欧 那第二名才是 跟他们生活比较有关的 就比较说健康保险的照顾 那第三名是 有关经济的议题 那究竟就选哪个政党 然后他们之后经济会比较好 然后经济成长会比较好 那第四个 是有关移民的部分 好那所以包括刚刚提到说 这几个议题是目前 这个他们在选举辩论里面 是常在攻防焦点的 这个一些讨论 OK好 不管怎么样 但是我们这个焦点 如果拉回到大选的话 这一次的梅一 在选举上面恐怕有一些挑战 因为刚刚老师有提到 他的盘算 原来就是想说 提前大选的话 可以让他进行脱口谈判 更为顺利 但似乎现在的目前 民调看起来 并不如预期 老师您看这个原因 到底是在哪里呢 是是 其实当初那个梅一 他宣布要提前大选 说根据当时民调 他们保守党和工党 之间落差非常大 但是大到甚至到20% 但是他一旦宣布 这个进行体现大选之后 其实发现他们 这个保守党和工党 这些差距慢慢缩小 甚至缩到 这个目前的差距 可能1%到9%都有这样 好那其实事实上 保守党在宣布 要进行国会大选之后 他们所常理的 这个竞选政纲里面 有特别提到 很多部分其实好像 并没有太受到 选民的青睐 特别是他们希望 继续的就是 做这个财政的准解 那还有包括这个希望 缩紧移民 然后还有包括 取消一些补助 那甚至比方说 取消这个小学生的午餐 那还有其实 最具有争议的 也是包括 这次他民调 保守党民调 这个急剧下滑 是有关 他们这个保守党 推出的有关老人 这个照顾的部分 然后他们希望说 这个老年人 如果他们要接受 政府提供的 这种长期的 护理照顾的话 这也必须要挑 挑钱出来 那所以会增加 很多老年人的负担 那同时还提到说 就是老年就是 可能过世之后 他们的这个资产 那其中有些部分呢 可能要还拿去 去找这个政府 提供的这个 长期照顾的费用 那就对老年人来说 其实非常的 就是多一笔花费 那还有包括 对年轻人 好像也不太公平 就变得好像说 就是他过世之后 他的资产 有部分要交给政府 那对 好像这个下一辈 可能就 就没有办法 继承上资产 所以对老人 对年轻人 都是不理的 但是保守党 居然还推出这样的政策 那就是 就是不受欢迎 所以后来他推出来之后 他的民调就下滑的 非常厉害 那所以造成后来 没意还改口说 没关系 虽然老人 他们也要自己 支付这个护理费用 但是呢 我们还是可以 设一个上限 就让你说 不会说付 就是没有上限 就一直付这样子 那不过这个政策 其实是非常不讨好 因为就等于是 叫选民掏钱出来 那最后来也造成 他的民调 支持率就下滑很多 那相反的 其实工党 他们就推出很多 就是比方说吸引年轻人 比方说大学免费 那甚至今年 假设工党当选的话 可能9月开始 这个英格兰地区的 这个大学生 他们就不用交学费 那包括像 补助幼儿上幼儿园等等 听起来都是好像 非常利夺 然后令人很喜欢 那种政策牛肉 所以工党的政策 工党的民调 后来就慢慢上来 然后跟保守党 就差距就变小 按照这个 目前最新的民调显示 保守党跟在野党 这个工党的支持度 只有百分之一 这个显示这一次的 这个英国大选 其实这个情况 相当的紧绷 不过老师 现在外界预期 保守党 这个很难独立过半 那个650席的 这个席次当中 他必须要拿到 326席才是过半 不您认为 这个外界现在都在猜 可不可能形成 这个僵局国会 您的观察 是 我觉得其实是 还蛮有可能的 还有包括 就刚刚您就提到说 好像就很难说 就是到底是会 录死谁手 特别是像去年美国 川普当选 还有包括英国 托尔州 其实很难 就是民调部分 其实好像有时候 很难去掌握 那包括像这一次的大选 其实包括像BBC 一些主流媒体 他们都放弃自己 去做民调 因为他们认为说 这好像有点浪费时间 所以就很怕说 好像到最后 是不准的结果 那不过其实事实上 就是还对我们 如果根据目前的民调的话 其实保守党 还是领先 然后但是问题是在于说 他是不是能够 拿下过半席次 那其实是在还是在未定之数 那我个人认为说 其实有可能有一些难度 那其实也非常可能 会形成这个僵局国会 那其实事实上 在20世纪以来 其实英国的这个 31次大选之中呢 其实已经有出现 六次的僵局国会 包括像2010年的 这个联合政府 对但是其实出现 僵局国会 其实也没有太大关系 因为其实上 他们除了联合政府之外 其实他们也可以 单一政党主政 比方说保守党 其实没有拿到过半席次 但是他没有过半席次 然后他的 那个得票率也没有过半 其实他还是可以 这个 就是成立一个 这个 这个 一个政府 就是单一政党的政府 其实是可以的 就英国的现任期来说 对 其实相对来说 他的政治的实力 或是影响力 就没有那么大 但是他还是可以 单一主政 然后这也是英国 政治的一个 一个特色 是 所以这个 如果是一旦形成 僵局国会的话 老师您的这个 刚刚的意思是说 他可以独立 还是可以成立一个 这个英国政府吗 只是说这个 未来要这个丢法案 到国会里面去的话 这个胜算就不大了 对 胜算就不大 对 就是他的风险就比较大 但是事实上英国 长期来 因为英国是两党制的国家 是 他们会比较习惯 是有一个单一政党主政 那所以 事实上就刚提到说 其实20年以来 他们已经举行过 包括这一次的 有31次的国会大选 事实上 这个 如果是一个政党 是得票率过半 还有席次过半的 只有四次而已 所以大部分的情况 其实让他们是 得票率是都没有过半的 所以其实让一个政党 如果得票率不是很高 可能只有三十几 四十几 就是三十几好了 其实在英国 政治来讲是常态 所以他们英国选民 其实非常能够接受 就是这个政党 其实他虽然 这个得票率没有过半 然后但是呢 他们还是支持 有这个政党来主政 然后之后可能就 下一次再换另外一个政党 所以就这种 两党政治的那个形态 那这个好处就在于说 就是有一个政党来 主政 然后比联合政府来说 其他的权责 比较能够落实 这是他的优点 OK好 节目进行到这边 我们要休息一下 马上再回到现场 这个英国国会 这个大选 究竟会鹿死谁手 后续要怎么样 这个来进行观察 我们随后再为您 这个进行分析 听众朋友 现在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更方便了 除了短播收音机 以及央广RTI网站 使用智慧型手机 更能够让您 随时随地 随走随听 不管您的手机是iOS 还是Android系统 只要在APP Store 搜寻央广Radio 下载完成之后 点选线上及时收听 或随选收听 央广所有的节目 通通认你听 还有除了央广Radio 你还可以下载 央广newsAPP应用程式 一手掌握最热的新闻大事 全新收听体验 你还在等什么 阳光就是阳光 阳光就是阳光 闪了我的翅膀 阳光就是阳光 任你自由飞翔 阳光就是阳光 世界在我肩膀 阳光是你 是我神的翅膀 是阳光 是阳光 穿透了世界之窗 是阳光 环绕着地球飞翔 好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您现在有收听的是 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所制播的台湾APP节目 我是主持人曾国华 现在所进行的单元 是国际APP 今天是英国国会大选 登场的日子 因此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 淡江大学公民系的副教授 黄春玉华老师 与我们共同关注 究竟英国大学会 入死谁手 老师我们刚刚提到 这一次的梅一 面对相当大的挑战 保守党的席次 国会的席次 有可能会掉到一半以下 形成僵局国会 老师刚刚有提到 就是说一旦如果是保守党 他如果真的没有过半的话 他自己还可以成立独立的政府 只是未来的法案 送到国会去的话 有可能会比较难过关 这跟梅一当初他打的算盘 不是就背道而驰吗 老师您的观察 是是 不过当初在四月份 就是梅一当时他提前 要宣布提前举行大选的时候 其实他可能觉得 他当时根据民调 其实他可能会大胜 因为当时他保守党 这个民调 其实差距20% 然后这是最近几十年的最高 所以当时他可能 这个拨着政治算盘 我觉得他可能是 会绝对会大胜 那不过梅一他针对目前提到说 好像保守党的这个支持率下降 其实他还是提到 他说其实 实际上最准的民调 就是在选举哪一天的民调 就真的 他其实还是信誓 但是希望说还是 能够有很好的表现 这样子 不过老师我看了那个 有个新闻分析 就是说将军国会的话 这个英国女王 可以重新批准这个重选 是 其实事实上 英国的国会的选举方式 自从2011年之后 其实有一个重大的改变 因为他们通过一个叫做 医会固定任期法 所以如果国会要重新选举 就只有两种情况 就是比方说 三分之以上的 就下一院议员 要通过提前改选的动议 或是二分之以上的 下一院议员 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 那这个就这两个情况 才可以提前改选 那如果没有这两个情况的话 他们是 下一次选举是2022年 就是他们先改成 五年一次的选举 那所以英国女王 这个部分 其实她是没有办法 再批准重选的 OK 好 不过老师 这个刚刚有提到 这个美议员是想 从提早选举的话 是想让这个脱口谈判 能够进行顺利 不过一旦 这个国会处于弱势的话 您看 这个未来脱口谈判 会不会让他没有办法 这个按照原来既定的 这样的想法 能够随行呢 的确 就是假设呢 这个这次的大选结果 假设这个保守党 他没有取得过半的席次 也没有过半的得票率的话 那刚刚虽然提到说 其实他还是可以 主持 就他还是可以形成一个 这个单一政党主政的情况 那但是呢 他在谈判的这种筹码 就相对的会比较少 那同时他在很多政策推行 包括像之后的脱欧的法案 是不是能够在议会通过 那就其实会面临 很大的一个变数 那其实事实上 如果假设是形成这种 联合政府的话 那假设美伊他合作的对象 是自由民主党 那其实自由民主党是 希望能够留欧 所以这的确会严重影响 未来的政府的 脱欧谈判的进程 因为这个 美伊是希望能够硬脱欧 但是如果他跟 职自由民主党合作的话 那会就变成说 一个是希望留欧 一个要脱欧 那就会减损他 谈判的一些立场 那不过这对美伊来 或许也是一个解逃的方式 因为其实就上次2010年 英国少线的联合政府的 例子就是很多 最后卸任之后 这个政党会把一些 政策失败的地方 都归咎于联合政府 所以说没办法 因为我毕竟要跟我立场 相左的政党一起谈判 那我没有办法 就做完全的负责 这样 对 不过就是的确你刚刚提到 说将去国会 不管是单一政党主政 或是联合政府 都会影响美伊的 这个硬脱欧的这种立场 不过老师您这样的观察 意思是说这个他其实单独 成立政府的机会 应该大于这个联合政府了 对对 因为其实就英国来说 因为他们的政治是两党制 所以他们反而会希望说 其实我的政党 我的其次没有过半 我的势力很小 但是我还是希望 我自己如果能够的话 我还是组一个单一的政党 那我这样比较权责分明 然后这个下一次 那另外呢 比方说像工党 他也不太会希望说 也不太可能会跟这个保守 因为政策差异太大 因为他如果这一次 跟他组成联合政府 那选民会说你都背叛我了 你讲的一切都是骗人 所以他们会希望说 那我们就下一次 可能就是再换我 这个党选 对所以他们会希望 就是比较情商的单一政党 主政这个情况 OK好 那如果呢 这个未来真的保守党 在国会为过半 成为这个很弱势的话呢 老师我们一定要问了 苏格兰公同的议题 会不会随之再起呢 这个媒体党得住吗 是 对其实这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其实苏格兰自从2014年的公投之后 其实虽然结果没有过 那但是已经就这个苏格兰独立的这个议题 已经变成好像没有办法再去阻挡 那包括目前这个苏格兰这个 这个SMP就是他们的这个苏格兰民主党 那他们的主张也是希望就未来呢 会希望还是和英国中央政府进行协议 然后最后呢 还是可以再次举行的二次公投 然后再这个脱离英国 所以目前他们的主要的政策发展是这个样子 那所以整个在脱欧过程中 我相信他们脱欧的议题 还是会变成他们的一个政治筹码 然后和英国政府希望能够要求更多更多 然后更多的权利 所以我相信这个议题不会消失 那相反他会 我相信还会有很多发展的空间 老师你看那其他地区会起而效尤吗 我觉得会的 就包括像北爱尔兰还有威尔斯 其实事实上在这次英国脱欧之后 特别是北爱 他们大部分的选民是希望能够留在欧盟 所以如果英国一旦真的要脱欧的话 其实对北爱的居民来说 其实他们好像也是事与愿违 所以包括他们的这个政党 其实也对 也是希望能够借由这个英国脱欧的过程中 然后像英国中央政府 这个可能是也有点像要挟他们 然后希望给我们更多的权利 或是如果你不给我们更多的权利 那我们可能真的就举行共同 那甚至和爱尔兰合并 那变成一个爱尔兰共和国 都有这样的可能性 OK 不过老师 如果这一次 这个梅伊选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原来这个胜算很高的 现在变成说如果都没有过半的话 他可能会负起政治责任吗 这个的话 其实因为如果他没有过半 就刚刚提到说 其实事实上还是可以单一阵 对 所以我觉得他不太可能会有 就是辞职下台 那可能还是会就是继续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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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胜英国的首相 这样 OK 好 老师 这个因为您刚刚也有提到一件事情 我们必须要讲了 这个 黑天鹅最近特别多了 对 您觉得这一次的选举 会有黑天鹅出现吗 是 那目前因为大家预测 那可能保守党还是会 呃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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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表现会好过工党 那我想说如果有黑天鹅的话 那可能是工党大审吧 对 对 那就是 就是可能这个黑天鹅 因为 但外界姐姐 这个机会应该很小 可能性很小 对对对 不过目前因为比数还蛮接近的 那 还有包括工党 其实他提出了很多 很受年轻人欢迎的证证 包括学费免费啊 然后什么育儿补助等等 那会不会因此 可能就是真的 吸收到很多的这个选票 那会不会造成 就是工党 就反而是大胜 那我觉得这可能会是一个 一只黑天鹅这样 OK 好 老师目前那个整个选情 发展到现在 这个 大家这个看看明天 可能就会知道结果了 不过还有其他的变数 值得我们观察吗 是 那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是 最主要可能还是 就是有关脱欧的议题的部分 是 这次他们希望透过这个大选 其实想要决定有关 英国和欧盟的未来 那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可能 选民他们会真的 比较去考虑的 可能就是 究竟选哪一个政党 然后对他们的脱欧 制度比较有利 那我觉得这可能是 这次大选 可能会左右选民的一个 还蛮关键的因素 就包括根据目前的民调 其实选民其实最关心 还是这个脱欧的部分 究竟是会怎么脱 是硬脱欧 软脱欧 还是最后 假设真的选出工党 那他们如果放弃脱欧 那会不会真的 英国就不脱欧了 这样 那所以我觉得这也是 变数中的变数 OK 好 不过老师 我一定要问一件事情 因为现在最有可能的事情 就是这个保守党 他不过半 仍然由梅伊来主政 走这个脱欧谈判 这样的一条路 不过如果他在国会 是处于弱势 未来的脱欧谈判 这个当然大家有提到 梅伊是硬脱欧 这样的一派 有可能会做 这个政策性的做调整吗 对对会的 因为其实事实上 梅伊就他的执政历程来说 其实他也曾经 做过很多承诺 但后来他都做了 这个法家弯的转变 那所以我觉得 就谈判立场来说 因为梅伊他 他表面上还是说 就是要硬脱欧 甚至不惜没有 好的结果 也没有关系 但是我觉得实际上 他在和欧盟 在做协商的时候 我觉得他相对会 比较务实 那这个 这个硬脱欧的 是不是还有些妥协功能 我相信是有的 对所以这个部分 可能还是实际上 可能要等英国大选完之后 如果假设梅伊 继续主持的话 我相信因为 梅伊他的政治风格 其实相对是比较务实 特别是之前 他长期担任英国的 内政部长的过程中 其实他是还蛮务实的 所以我相信 他会做很多的妥协 那这个 究竟妥协多少 还有待 就未来 就是实际 就今年六月开始 英国和欧盟的谈判 谈判的进程来看 所以这个硬脱欧 这样的说法 有没有可能就是 故意拉高 谈判的筹码 我觉得 我觉得是的 就像他可能刚 就是他 就像欧盟现在 立场也是很强硬 那英国的也是很强 因为他们彼此都必须要 保护他们自己的 这个国家利益 还包括欧盟的利益 那所以他 这个表面上 我觉得他会说的 就是话或说的很硬 但事实上 实际的谈判的部分 我相信是有很多的 这个协商的空间的 OK 好 老师 最后一分钟 能不能帮我们做个总结 是 其实上 我觉得这一次的 这个英国拖 很多英国人来 英国的大选 很多人觉得 好像这个 非常的压力 很大 因为我们知道 前几年英国的 苏格兰独立公投 然后包括英国的 这个拖公投 还包括 现在又来一个英国大选 所以英国的 这个人民 我相信他们也是 这个压力非常大 那不我相信 这是 但这是一个好的机会 因为我觉得 这个英国 他把长期来 对英国 影响非常大的 这个英国和欧盟关系 这种很困难 击手议题 把它拿出来谈 然后去做个决定 我觉得这对很多国家来说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因为很多人都会 很怕避免碰出 一些比较正义的话题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是有利有弊 就是虽然会 像英国真的是脱欧 那引起很大的 这个冲击 但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他们把 他们最害怕的议题 拿出来讨论 然后去做个解决 我觉得它是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一个这个发展 OK 好 无论如何 这一次的英国 国会大选的结果 应该会在台北时间 也就是明天 9号才会 这个中午 可能最快会出炉 那台湾APP 也会持续的为您关注 政歌大选 最后的发展 那今天我们就非常感谢 淡大功勤系的副教授 黄振宇 玉皇老师的深入分析 谢谢老师 谢谢主持人 谢谢